欢迎收看小人物丹雄 我是Pinky 010 小学生上课放学写作业还有吃晚餐 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点滴 但是有少数偏远乡镇的孩子 他们是体会不到这样子平淡的幸福的 像是有一些家庭 他们父母都必须要外出工作 没有办法陪小孩做功课 甚至连晚餐都不一定能够准时吃得到 还有一些家庭 他们是隔代教养 就更难掌握好孩子学习还有成长的需求了 在台东的芝本有一位陈俊朗先生 他心疼这些孩子 而且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他在家里创建了书屋 希望能够让这些平时没有人照顾的孩子 能够放学以后有个地方去 而且提供晚餐 这十年下来呢 他所照顾的孩子已经有上千位了 究竟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故事 我来到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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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着没我的日记 你是怎样的孤独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看看你最近的爱情 不再去说从前 只是很远 对你说的有趣 只是说一句 有点投入啊 台湾的城乡差距 衍生出很多问题 除了医疗和教育之外 隔代或远亲教养 也是许多家庭必须面对的事 在台东有一位陈俊朗 他看到了偏乡孩子的无助与困惑 因此萌生创立书屋的念头 让这些放学后 往往只有一个人在家的孩子 有一个有大人陪伴跟学习的地方 书就是希望说孩子来这边是有梦的 你尽管家里弱势 或者尽管你家里贫穷 无所谓 你来这个地方把你的贫穷弱势都给忘了 去看看你的未来你想要做什么 我想要当一个空中小姐 很好啊 就去追啊 敢做我们就去帮她的忙 所以这个是一个圆梦的地方 我们鼓励孩子做梦 我们去帮她圆梦 鼓励孩子圆梦 不只是在学科上 陈俊朗还会聘请体育教练 让一些精力旺盛的孩子 能够适性发展 无形中却也培育出许多体育健将 总统呗 总统呗 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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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起来啊 现在几个要比赛 冠文后来有 没有 没报上 他今天才会来啊 哦 冠文啊 那现在报上哪几个啊 蛤 没有 是前运退啊 其实这个也是 除了功课的学习其中一项 其实每一样的学习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 他们学这个 从基础这样练 然后一直练到他们去比赛 像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全国第三名 然后 可能今年的成绩会更好 那他取得成就感之后 他又知道学习的模式是什么 就这样子啊 慢慢到他们 就 在学校不喜欢上课 然后就被 介绍到书去上课 然后慢慢 上了上了就久了 书很多的 让你去尝试的东西 然后我就尝试到了全集 比过总统杯吧 全集锦票赛 得到第三名 《怀抱理想》创立书屋 其实 这背后是有一段 不为人知的故事 曾经也曾抛架弃子 在外地工作的陈俊朗 慢慢发现到 偏乡根本的问题 原来在满足物质需求的背后 其实失去的 却比得到的更多 因此 他放弃外面的工作 回到家乡 开始经营这一切 他小时候 就是这样 都没有照顾人 他的朋友 如果要花钱 他先去没有钱 他也会去上班 照来给他 照去的钱 都没有想要脱 所以 会想说 照顾这么一个人 那也没有意中 很自然的 听着这个孩子说 三年以外 不要出国晚餐 三年多 三年多都没有出国晚餐 真的很可怜 从那时候开始 就你要开心 尤其是女儿 妈妈不在 就爸爸 你看会发生什么事 太可怜了 爸爸 把对我们的爱投射在 大家身上 他就觉得就是如果 因为他应该是 就是对于 就是当初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在三年级 四年级以前 就是陪到我们 那段时间 他觉得很可惜 所以就是 当陪到我们之后 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带给小孩子 很多东西 当然同时也有回馈 当他能够 就是从根去 去进化的时候 果实就慢慢 会变成是干净的 所以他其实 有蛮大的理想在做 书屋这两个字 看似简单 不过它的功能 却是既复杂又多元 简单来说 书屋就像是孩子 放学后睡觉前的家 而这个家 在这十多年来 渐渐地向外扩散 目前孩子的书屋 在台东已有七个据点 陈俊朗会定期 把照顾孩子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其中还不乏 曾经在这里待过 长大后 又回来这里帮忙的小孩 在我眼中的陈爸 他就像我生命中 一个父亲的角色一样 他常常 很多时候 像我在外面读书 他会给我一些 经验的分享 或者是 他的作为 就让我 真的是很钦佩那样 想到会来帮忙 是因为 我大学暑假的时候 都在一直打工 可是我觉得 一直打工只是 去 用时间去换取金钱 然后想说 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本身是在 我是读体育系 所以我在想说 有什么方式 可以去帮助到 人家 目前书屋要照顾的孩子 超过一两百人 所需要的物资 早已经不是 陈敬朗一个人 可以附和 因此 有许多人 都会主动资助他们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 我们需要棉被 假设我们内部 没有办法 社区没有办法 支援的话 我们就会 发出需求 让大家来一圈 我这鞋子 对 这个就是鞋子 等一下 这个是那个高雄 那个寄来 对 对 OK 虽然是展示鞋 但是都 很好的鞋子 OK 他们 捐赠的会打电话 给我们 那个总务 然后说看我们 没有缺缺什么 我们跟他说 我们有 看哪个书屋有缺 哪个小朋友有缺 然后就想说 刚好他们有中骨的 可以中骨的 就可以寄给我们 我们不一定要新的 我们中骨的就可以 这样子 那我们会拿回来 因为是中骨 我们会先测试 测试完 OK了 然后哪里有需要 哪里还有缺 然后都会去分发给他们 这样子 源源不绝的爱心 让孩子的书屋 有足够的生活用品 不过每一位小朋友 每天晚上的那一顿晚餐 却是沉重的负担 陈俊朗总是在课后之余 苦恼着孩子的下一餐 经常需要向外求援 她是小草 原本住家义 是一位安亲班老师 两年前 在偶然的机会下 来到书屋当志工 在陈俊朗的感染下 爱上了这里 也爱上了陪伴孩子的感觉 于是一个人留在台东 决定用爱心与时间 陪着这里的孩子长大 每天下午三点 她准时来到书屋 在台东支本的据点 等待孩子们的下课 因为我觉得她的形态 比较不像是客服 那我觉得最主要是陪伴 可能有时候隔代教养 或者是外籍新娘的家庭 他们比较不能够给孩子 一个良好的陪伴 那有一些客业上的困难 或者是说 需要帮忙的地方 他们比较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们 适当的陪伴 然后给予适当的帮助 走路去啊 对啊 走路啊 那你要跟吗 去街小海放学回来 看着他们的互动 可以想象 孩子多么喜欢这样爱的拥抱 而小草就像是他们的妈妈 尽管再累也不觉得辛苦 来到学校里 她更会和老师讨论孩子的状况 一起找到适当的方式来辅导孩子 因为他们两个这几天才先进来 我不要 真正接触这样子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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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孩子放学的同时 书屋的中央厨房正忙着准备晚餐 而这一顿也是陈俊朗尖时 一定要让孩子吃到的一餐饭 由于在偏乡 许多外出工作的家长 回到家都已经过了晚餐的时间 如果没有书屋的陪伴 孩子饿着肚子不说 还很容易误入歧途 再加上晚餐代表家人的爱 陈俊朗想在书屋里 把这样的爱让孩子充分感受到 人形社会的来临 偏向底层的父母 在养儿育女上格外辛苦 儿童书屋所作所为 倒进了许多人的无奈 这些无奈短时间内 或许很难彻底翻转 因此在部分外人看来 书屋的成立只是治标不治本 不过陈俊朗却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孩子和家庭 就像是天平的两端 而书屋只是中间的连接性而已 我们继续写课课 放学后的孩子回到书屋 开始做自己的功课 在这里 小草就像是他们的妈妈 一笔一画教导着他们 尽管因为家庭因素 让他们学习有点落后 不过都有进步 虽然他们的脾气也不是最优 不过也都越来越听话 在小草的眼里 他们就像是羽翼未张开的天使一般 那么的天真 那么的可爱 忙碌一天的陈俊朗 也都会在这个时候回到书屋来 陪伴这些孩子 做功课倒不是主要的目的 而是陪着 那你要说陪着有什么好处 可以想想如果这么小的孩子没人陪 然后回去没有家人 那对他们讲一来危险 二来他们事实上他们也不晓得做什么 会造成很多的不好的学习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好好完整地陪伴这些孩子 在他们成长过程中 没家人陪 至少社区有一个地方可以陪他们 这是我们的想法 其实我们书屋的老师就是 他不要像老师 他至少要像姐姐 或甚至像妈妈 那小草刚来的时候他是带高年级班 他真的把这些孩子当了他自己的孩子 那种力量就很强了 孩子会很喜欢他 我们这边很多老师都非常棒 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 书的老师 你如果没有为父之心 你要为母之心 不然为兄之心或为姐之心 小草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当孩子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陪伴就是最好的一种安慰 美味的晚餐时间到了 孩子们拿着自己的餐具 开心地期待着 三菜一汤的美味得来不易 懂得感恩 不挑食 就是他们给书屋最大的赞美 五 五 五 三 二 一 嗯 闭龙子 朱河日大湖 战地和 подготов 谁与伞终膳 儿子只是 그� saw 求是 crisp ��어悬子 有爱足 特残忍 Euv 吃不正常的孩子 有一个稳定的晚餐可以吃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其实这些孩子因为长期 他们没有固定的晚餐可以吃 所以他们的身体是不好的 营养是不均衡的 所以我们在提供晚餐的同时 我们会调查 这个孩子有些过胖 过胖不是因为他营养太好 而是他的营养很不均衡 或者有些孩子他根本坐不住 就是他没有一个正常的营养 营养的无脂 所以我们会调查他们的身体 缺什么养分 所以我们就厨房就可以煮出 这样的餐来帮我们的套餐 饱餐一顿后 小凡迫不及待地 弹奏刚学会的曲子 美丽动人的旋律 陪着大家度过今天的这个晚上 天乡教养问题常常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发展 在放学后睡觉前的这五六个小时 一个好的陪伴能够影响到他的一生 这里没有严格的体制规范 也没有先进的教学设备 不过陈俊朗带领的这一群老师 却都有一颗热忱的心 孩子不笨 只是需要更有担心的大人 孩子不坏 只是需要更完整的爱 在这里孩子们学到的不只是学试 更有做人处事的道理 晚上八点半 在外工作的家长陆陆续续回到资本 而他们也迫不及待地想要接自己的孩子回家 对于书屋这段时间的陪伴 家长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而孩子在这里所学的 更是了解到父母工作的辛劳 这样的互动关系 让孩子与父母的相处更加融洽 每个孩子都被家长们接回去了 不过还有一个孩子没有人在 多很多的完成 鸟桃 帅帅帅 他本来坐后面是吗 你要坐前面坐后面 他是阿生 单亲 妈妈每天在槟榔滩工作到凌晨一点 不仅妈妈没办法陪他写功课 就连洗澡 妈妈也没时间张罗 不过阿生很懂事 知道妈妈这么辛苦 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念书 而这一切小草看在眼里 不忍阿生总是一个人 因此每天他总是载他回家 丁宁没写完的作业 甚至还帮他洗澡 写完吃 写完一盒 然后写完一盒 他去书有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这段时间他的功课上面算是就是有人去教导他 都比较写的是功课都有写完之类的 然后功课上面的那个进度都还不错 小草老师这个说实在真的我还蛮感谢这个老师 他真的很用心在顾这个孩子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 我的工作环境上还算是就是进出人口算多 他会说尽量让他少进出我的工作场所上 放在孩子身上的那个心比我这个做妈妈的 我觉得很多 多很多 其实他两岁的时候就爸爸就离开了 是车祸离开的 那车祸离开 听说他有目睹车祸的现场 所以你会对这孩子其实很心疼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那因为很单亲 然后妈妈没有办法给他非常完善的照顾 变成说你对他会很多的包容 包括今天情绪各方面的不稳定 都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因为孩子其实他心心要稳定 是来自稳定的家庭 当你去了解背后很多原因跟故事的时候 你会自己会有很多很多的包容 然后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做到今年 这两年我们其实除了孩子在照顾之外 我们大人也在照顾 就是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帮帮忙 因为其实会家庭会有问题 你事实上家长多多少少也都需要被帮忙的地方 多照顾一些人 然后最后让我们的社区恢复到 互助的一种习惯 我觉得书对我来说比较像是一个 有时候像孩子心里的避风港 受了伤 然后他可以来这边 然后或者是说他学校学习不懂的地方 他可以在这边慢慢的去学习成长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然后有时候其实在这里可以丰厚他们的云意 然后可以让他们面对外面的世界 可以勇敢地去飞翔 爱可以很简单很真实 爱可以让孩子无所畏惧地改变生命中 以为的不可能 而陈俊朗以及这群老师们 将付出一切 改变这群孩子的人生 教育本来就是一种扎根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一点一滴累积 孩子终究会有所改变 其实孩子要的不多 就是一个充满爱的环境 生命自然会找到最适合的方向长大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Pinky 我们下次再见咯